現在韓國終於有室內跳傘玩了 如果和男朋友來首爾不想每天逛街悶親他 都有些東西可以玩一下 這個Fly Station是去年才開的 我現在就要去玩了 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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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Fly Station是位於京基道龍人市 距離首爾市內大概一小時的車程 而這裡的室內跳傘體驗空間 足足有二十米高 最高風力更加有時速三百六十公里 聽到都覺得好刺激 在開始training之前 我們看了一條Briefing的影片 雖然我們不懂韓文 但也有英文字幕 這條影片主要是講一些安全知識 還有在裡面我們其實是講不到話的 所以就要看教練的手勢 例如這個就是你的頭要保持向上 不說那麼多 馬上看看model玩得如何 看看model很快就上手了 整個過程最刺激的 當然是最後那一刻飆高 目測飛起了也有兩三層樓高 剛剛玩完了 爸爸好不好玩 好啊 我覺得很刺激 我本身以為這個會很輕輕 但當你飛到最高的時候 是會很害怕的 每節玩的時間兩分鐘 雖然聽起來好像很短 其實玩的時候感覺是玩了很久的 很享受啊 除了大人之外 四歲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參加 這裡最便宜的價錢 大概400多港幣 包括一個簡單的training 還有兩分鐘體驗 另外都包括一些基本的gear 所以就比新加坡便宜一點 喜歡挑戰刺激的 下次來手耳都可以試試玩吧 我們可以看更多的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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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